而又张扬 虽然在公司有众多的追求者 而月月却对备受女生亲爱的顶头上司 小枫情侣度多 在多次被上司小枫 以办公室 严令禁止恋爱的理由拒绝之后 高屌自信的月月 却拿着辞职信 带着对小枫颇有好感 却内向害羞的几位同事来到舞台 向大家宣布她的爱情 向小枫再度告白 那么 小枫是真的因为办公室禁止恋爱 而拒绝月月吗 她今天会来到现场 接受月月这强势的告白吗 有一点我挺担心的 就是你这有点绑架的感觉 就是你一个人这么大胆 倒没关系 你弄得人尽皆知 弄一大堆在后边拱火的 你看 是吧 我觉得这一点不太好 你对你的自信 这么有把握吗 我想要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 如果我决定要做了 那我就一定会做下去 当你太自信的时候 你需要摔个跟头或碰个壁之后 才懂得 我支持你现在 我突然有一个阴险的想法 我特希望这男的今天不答应 老师你太快了 杀一杀她的嚣张气 说好了啊 接下来所有的结果你都能承受 来请站到 开启告白这门的按键旁边 接下来问你几个问题 小峰如果不来 接下来你怎么办 这么多人看着 我的同事也在这 他要是赶不来 那这视频我就放到公司的网站上 我得让更多的人看着 你不能够打扰别人的生活啊 我要公布我的恋情 你公布你可以公布 你没有必要把视频传到网上啊 你一定是影响了别人的生活 你骚扰了别人 第二如果小峰来了 他说他就是不喜欢你这样的性格 他就喜欢温婉含蓄的 你怎么办 您可以因为一个男人改变的 如果你真的爱他 你能改变啊 可以改变成温婉型的 生活里我可以为他去改变 话问到这地步上来说 他这个态势啊 有点颓了啊 没有开始那么嚣张了啊 其实人呢 还是要谦逊一点 让我们来到 你esta lo随着